象形文字是古代人利用圖案去記載事情的方法 不過隨著時代變遷就變成現今的文字 不過在股市裡有一個象形文字一直都沒有改變 就是圖表中我們經常見到的陰陽燭或者K線 這些好像蠟燭形狀的圖案 原來是由一位來自日本十七世紀初的交易員 本間忠久所發明的一個記錄價格的方法 之所以有這種記錄價格的方法出現 一切都歸咎於當年德川莫府在戰國時代結束後的統治下 無論是日本經濟或者政治都走向越來越穩定繁榮 促進了日本金融業的發展 並於1697年於大阪正式成立唐島大米交易所 也是全世界首個的期貨交易所 正正在這個蓬勃發展的經濟環境當中 造就了本間忠久的傳奇 並發明了陰陽燭去判斷價格的走勢 它甚至透過陰陽燭去研發不同的圖表形態 最終幫助它在大米交易所賺到以現金價值10億美元的利潤 Beta Trading為了更深入了解陰陽燭背後的原理 我就嘗試了解本間忠久的背景和它設計陰陽燭的原因 希望嘗試找出股市中獲利的秘密 在這條影片裡我們就一起探討一下本間忠久的生涯故事 以及研究它所研發的圖表形態當中 有沒有隱藏著股市獲利的秘密 本間忠久在1724年位於日本上川河口的酒田市出生 他從小到大都不守衣食 原因是他出生於一個富裕的家庭 其實本間忠久的原名是家騰狗作 可能是因為他童年時受到父母的溺愛寵壞了本間忠久 導致他很早期中人無所事事沉迷於賭博的遊戲 直至23歲時由於他父母年時已高並擔心兒子之後生活得不到保障 就決定將他過繼給本間家族作為養子 之後才改名叫做本間忠久 無論是他的父親或養父都好 他們都是從事生產大米的家族生意 他們從事大米生意的原因是因為大米對於當年日本來說 是推動經濟向前的主要動力 大米除了是一種食物外也是一種文化 當時很多日本人都會用大米做不同食物慶祝一些重要節日 例如清酒、米酒、年糕或米醋等等 除此之外種植大米的過程中也會長出大量稻草 可以用來製作衣服、帽、器類、紙和面具 正正因為大米影響著每一個日本人 所以大米除了可以為主要的食糧之餘 更可以形容為最有價值的商品都不為過 由於養父亦年時已高 又不希望本間忠久終日無所事事 就開始教導他管理和經營生意的知識 希望他可以日後協助養父兒子本間光憂 繼續把大米的業務一直發展下去 很快就過了三年後養父過世 作為養父兒子本間光憂為免足感傷情 便暫時離開了本間家族 計劃出外求學 就被26歲的本間忠久開始接管本間家族的生意 在本間忠久學習經營生意期間 其實都覺得很辛苦 因為他需要由種植大米開始學習 每一個生產和銷售流程都要知道得一清二楚 而當中很需要長時間才能學得識 對於本間忠久這種怕辛苦的人來說 根本很難專心學習 他開始質疑養父生前的生意模式 並一直在想有沒有些方法可以簡化流程 至少能夠減少自己的工作時間 最初期本間忠久最討厭的工作 就是記錄大米的價格 由於每日都有大量的客人來購買大米 每日都要花半天的時間才能夠把所有價格記錄好 他就自把自為 將原本需要記錄大量的價格數據的工作 改為只記錄當日的開市價格 當日最高價、當日最低價和當日完結的價格 自此之後 本間忠久多了很多時間 繼續思考怎樣簡化他的工作量 以及怎樣可以增加生意上的回報 後來他留意到一個現象 就是很多人都會用大米來取代貨幣來進行交易 他認為如果能夠用更低的價錢買入大米的話 再用更高價錢去賣出 這樣不是可以用更短的時間賺到錢嗎 於是他就萌生了一個想法 由於當時的通訊就不流通 很多時的市場都需要兩至三個星期才能夠發現有個價差 當時本間忠久就打算聘請一個人 到另一個地方用更短的時間去打探關於大米的價格 如果有價差出現 就立即買入大量的大米 等待價格上升之後再大量買出 這樣他就能夠用更短的時間可以賺到大量的金錢 根據歷史記載在本間忠久管理的短短三年間 本間家族的財富是增值了十倍 直至養父兒子本間光憂完成學業之後 得知本間忠久用了這些投機的方法來賺取暴利 就極力反對他這種賭徒的做法 甚至將他逐出了本間的家族 本間忠久就別無選擇 就借身走到另一個名叫江戶的地方重新開始 並希望用相同的方法來賺取利潤 證明給本間家族知道 即使是沒有他們的幫助 自己都可以闖一番成就 不過很可惜江戶市場價格訊息透明度太高 根本就無理可逃 本間忠久也因為太急於翻本 而最終輸了他所有的本金 身無分文的他就非常氣餒了 就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酒田的一間童年時經常去的寺廟 海硬寺道居住 在這段期間他不斷思考一個問題 究竟主導大米價格的升跌是源自什麼因素 繼而令他輸錢 針對這個問題 他再次記錄大米的價格進行深入研究 觀察價格的變化 並繪製了世界上第一幅的陰陽燭 他發現大米的價格有一個特別的現象 就是如果大米的收成期少 價格就會上升 不過過了一陣就會下跌 相反如果大米的收成期大豐收 價格就會下跌 不過過了一陣就會上升 對於一般人來說 影響價格升跌的原因 就是源自於天氣對大米的影響 不過對於本間忠久來說 他認為真正影響價格升跌的原因 是源自於人心而不是天氣 又見及此他就想驗證一下他的想法是否正確 就運用他僅餘的人際網絡去收集有機會影響價格的訊息 根據歷史記載 最高峰時他曾經聘請了150人到不同的山頂上 去傳遞價格升跌的訊息 這樣本間忠久就能夠用最短的時間 去獲得有關影響價格的訊息 並掌握交易的優勢 有傳他最終運用這個方法 以現金的價值來計算 他賺到10億美元的回報 到了50歲 他就將他的交易經驗寫成一本書 叫做《三元金傳秘錄》 文說書裡記載了心態、技術和不同價格形態的知識 其中比較有名氣的交易心法叫做《酒田戰法》 主要是用來判斷買賣時機 本間忠久在交易大米獲得巨大成功後 早前養父的兒子本間光憂就開始對他另眼相看 並開始與本間忠久有再次聯繫 他們互相了解後 本間忠久開始明白養父的心 本間光憂早年之所以拒絕本間忠久用這種投機賭博的心態來賺取巨利的原因 原來他一早知道如果大米的價格大升大跌 必定會影響人心 為了保障大米的價格穩定 他必須將本間忠久逐出家族 這樣酒田區的人民才能夠繁榮安定 在1783年 68歲的本間忠久和54歲的本間光憂終於和解 再次成為一家人 而晚年的本間忠久也因為敏銳的交易能力得到德川幕府的賞息 成為了日本政府的經濟顧問 在1883年本間忠久逝世 享年就79歲 相信了解完本間忠久的故事之後 都會了解到他獲利的關鍵是因為他明白價格的升跌是源自於人心 他為了預測大米價格的走勢 不惜一切去調動人手去掌握影響大米價格的信息 這樣他就可以更加準確去找到買賣時機 當然由於現今世代有了電腦 資訊的透明度高了很多 作為散戶要像本間忠久一樣 靠掌握情報來進行交易已經接近不可能 不過也不代表他的理論不值得學習 有幸Beta Trading在網上找到一本書 內容是有關本間忠久的交易方法叫做酒田戰法 或者可以從中找到一些方法可以應用到現今的股市 經過Beta Trading了解完這本書之後 基本上酒田戰法是建基於五個類別的買賣信號 包括三山、三川、三空、三兵和三法 三山和三川以現今的說法就是頭堅頂或頭堅底 前者被視為賣出的信號,後者被視為買入的信號 三空就是指連續三次跳空上升的趨勢 或者連續三次跳空下跌的趨勢 前者為賣出信號,後者為買入的信號 三兵就是指連續三條仰線或陰線 前者為買入信號,後者為買出信號 最後三法就是指盤整後的突破信號 向上突破視為買入信號,向下突破視為買出的信號 如果你有細心留意酒田戰法 其實和現今的圖表形態的分析很相似 書中也有提到這些買賣信號 都是跟隨以上四個主要原則 Beta Trading就不讀出來 因為它的內容並不是很有用 在說低買高賣,賺錢就加碼,走勢不明 就離場這些非常模糊的指引 Beta Trading認為要將酒田戰法 變為一個可以應用的指標其實都是非常困難 我就先不說這本書並不是由原著本間忠久所寫的 書中的圖表形態很大可能只是書的翻譯者主觀的看法 文說本間忠久所寫的書並沒有加插任何圖表在裡面 只有文字的解說 所以如果單憑書裡的圖表形態並沒有加入數據上的支持 證明可以更加準確判斷買賣時機 我認為是有欠說服力的 不過當我們回想一下本間忠久的故事 當中提到他搜集大量信息的目的 是為了衡量人性在價格上的貪欖行為 那酒田戰法很大可能並不是一個完整的交易方法 指引書裡只是記載策略的部分而忽略了戰略的部分 如果單純為了衡量人性在價格上的貪欖行為 我認為酒田戰法最有用的就是陰陽足的比例 而不是這些似是而非的圖表形態 而事實上酒田戰法的確是啟發了我去改善早前研發的籌碼平均線 可以更加準確判斷買賣時機 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籌碼平均線 籌碼平均線是我針對陳浩籌碼分佈的理論去改變出來的指標 以上就是我將籌碼平均線放到Bitcoin的價格走勢的例子 我之所以放到Bitcoin上面是因為可以讓你看到一個更加明顯的分別 如你所見紅色是我研發的籌碼平均線 而黑線就是普通的移動平均線 兩個指標同樣是用了200日的價格數據來計算 但得出的結果的分別就非常大了 最誇張的是當Bitcoin處於最高價的時候 籌碼平均線的賣出信號比起移動平均線早接近三個月的時間出現 籌碼平均線之所以有這個所謂預測的功能 原因是籌碼平均線的計算方法是考慮到成交量和價格的幅度 可以更加準確去衡量人性在價格上的貪婪行為 而不是靠一些似是而非的圖表形態來判斷出來的主觀看法 如果你想了解籌碼平均線的公式 你可以看我之前講關於籌碼分佈的影片 這條影片就不再重複了 為了可以讓你看到我改善了效果 以上的圖表就是我加入 酒田戰法的概念所研發的指標放到相同的圖表上 我稱之為酒田平均線 如你所見酒田平均線和籌碼平均線找到的買賣時機都很相近 只要你細心留意酒田平均線 偶爾會比籌碼平均線更早找到股價的頂部和底部 雖然酒田平均線和籌碼平均線的設計 同樣都是以成交量比重的平均線的基礎研發出來的 但兩者最大的分別是計算比重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如果你想知道酒田平均線和籌碼平均線計算比重的分別 或者是公式的話 我會將這兩個指標運用的教學放在Patreon上 而訂閱的連結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的Description找到 整體來說 撇除酒田戰法啟發了我研發的指標之外 這個影片我最大的得著就是我好欣賞本間中九養父的兒子 本間光優 堅持要為酒田人民去保持大米的價格穩定 可以安定人心 並不是好像本間中九一直向錢看 想從市場中賺到最多的錢 的確現實中每個人的價值觀都是不一樣的 沒有對或者錯 但如果我們所有人都可以為其他人著想多些 關心多些 少一些的自私 其實可能世界上每個人都會快樂一些 而這個就是我的聖誕願望 最後祝大家聖誕快樂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